为啥不让运期上第二艘航母?西方给出答案。 我国的第二艘航母一直是很多军迷朋友关注的重点,对于第一艘航母也有很高的期待,因此国产航母装备的各类舰载机型号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,毕竟航空母舰是需要通过各种舰载机配合来形成战斗力的。 在最新消息中,我国的舰载机和直升机都已经开始注舰,唯独缺少了舰载预警机这种特种战机的身影。 在之前的猜测中,我国002号航母的应该会选运期作为预警机的平台,但按当前爆出情况来看,并不是这样的。 对于这种情况,西方认为由于运期体积大,发动机性能差,导致运期无法作为舰载预警机平台而登上航母的,这个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。 运期是我国的制造的一种轻型的运输机,是在苏联-24运输机的基础上改制而成,主要用于人员和物资的中远距离运输。 运期自服役以来,还没有将它作为特种战机作战的实力,所以说要将运期作为舰载预警机的平台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。 一方面,运期的定位是小型运载机,虽然只是小型的运载机,但是它的体积并不小,它的机长达到了24米,机身高度有8.5米,最重要的是它的驿站超过了29米。 所以说运期的体积是限制作为航母预警机平台的一个重要因素,毕竟航母的机舱的空间有限,机体过大会造成很大的空间浪费,这是没有必要的。 而假设要将运期作为预警机平台的话,需要将它的体积压缩到四分之一左右,这明显是不合算的,所以重新设计新的机型作为舰载预警机平台更为合理。 另一方面,运期用两台窝桨5A1,WJ5A1,窝轮螺旋桨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,单台的发动功率有2900马力左右,这对于一般的中远距离运输是完全足够的,但航母的起飞平台小,所以对发动的功率要求更高。 这样看来运期的发动机性能就略显不足了,另外运期没有装配航母弹射器,这样看来是运期不能满足舰载机的要求的。 由此看来,除去运期体机国大不适于作为舰载预警机的平台外,发动机才是一个更大的限制。 发动机是战机的心脏,战机的使用性能依旧是建立在强悍心脏的基础上的,这样看来运期暂时是无法胜任舰载预警机的使命的。